恨天高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单品 矮个子女生穿上显高 高个子女生穿上更显高 总之就是会让你变得又高又有气质 虽然说穿上恨天高有这么多的好处 但是却不是谁都敢穿 因为驾驭恨天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女生对于她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在娱乐圈很多时候为了很多因素 女星不得不穿上恨天高 那女星穿上恨天高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说到李文 相信大家都会想起她那几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现在李文的音乐作品已经不如前 但是歌唱实力确实一直在 前段时间她还一举夺得了歌手的冠军 实在是厉害 天后李文的穿着大裴 一样是非常幸远夸张的 所以说很多服装应该都是可以驾驭的 但是这次穿着恨天高的李文却要两个人扶着走路 现在的范冰冰被称为范典 可见她留给大家的印象是非常霸气的 穿上恨天高的范典显得更有气质 但是也可以看出范冰冰捡东西都是非常困难 动作也是小心翼翼 可见穿上了恨天高之后 行动是非常受限的 看到欧阳娜娜这双恨天高 突然觉得前面几个明星的都不算什么 这双鞋不仅高 而且非常厚 看起来很笨重 年纪尚小的欧阳娜娜穿上这双恨天高 和这件大大的西装外套 可以说是非常成熟 不过欧阳娜娜穿这双鞋 应该只是为了拍大片 这样的鞋子穿上估计路都走不了 以前的张慧妹是很多人心中的天后 身材好 场跳墙 但是现在的张慧妹是有些判若两人 因为现在的张慧妹变胖了很多 也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但是不得不说 张慧妹实在是厉害 居然能穿这么高的恨天高 这鞋子看到都让人害怕 更不要说穿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